中共最近面對的經濟困境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首先華為在先後美國英國都不會再用華為建設, 另外歐盟未來都應該相信會陸續拒絕華為, 另外大家可以見到習近平在近三個星期終於露面, 見到他一頭八發,表面很多煩惱, 另外他推國內大循環, 其實說的是內需,擴大內需, 其實就是之前李克強在行的地攤經濟, 令國內小市民都可以賺到食, 其實這也是習近平要向現實低頭, 他本身不想有地攤經濟, 因為影響到國體或向外宣示給大家聽, 中共現在很窮,但無辦法現實壓迫下, 他都要去行這些所謂地攤經濟, 他只不過給了一個好聽點的名叫國內大循環, 其實他在裏面的報告都有提到, 說明全球經濟大衰退, 其實掩飾就是一些國外訂單已經不會再在中國推行, 另外一些外國的生產鏈或資金都已經離開中國, 他就用這些的認識掩蓋問題, 其實都可以很客觀看到中國內地出現的問題, 另外見到美國除了制裁華為之外, 其實剛剛也有提到制裁了可以說是基因界的華為, 就是華大基因也會制裁這些產業鏈, 令到中共對無論是國外的人, 甚至當它制裁華大基因之後, 有機會他們入面要用到的器材各樣都不可以在外國購入, 也會直接影響華大基因在國內可否繼續如常運行都會成問題, 這個中共面對著的就是這些不同的問題, 另外就是深河大壩方面, 前陣子有其中一個所謂的水渡被它凌晨半夜炸斷, 其實它都是要疏渡河水, 疏渡年日來年月來不斷下的大雨, 令到它完全是氾濫, 大家在不同的新聞都可以見到深河大壩基本上已經開了所有水閘, 就是盡量排紅, 所以可以預見到下游其實應該會受影響的人, 應該不止所謂二三千萬應該是更多, 是會它們的新計受打擊, 所以這個是中共來面對一個十分之龐大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另外提到美國開始放風想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員進入美國, 其實這個就有幾件事我們都可以分析到, 就是當中國的共產黨員他們不能夠再去美國, 其實他們都會知道就是伴隨著,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都會同時失去, 其實中國共產黨員在美國的資產可以說是多不勝數, 而當他們在中共打拼這麼多年, 他們都是希望當他們退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在西方國家過一個富裕的生活, 但當他們知道他們無法入境或者他們的資產都會沒有的話, 他們會有很大量的不安感, 除了他們本人還有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子女可能在美國或者歐美國國家讀書, 這是關乎他們可以說是他們自己的人生規劃的, 美國這一招我想一開始是要製造他們的內控, 大家可以見到在Google搜尋退黨的搜尋量大了很多, 可能是十倍以上, 大家可能都會問為何會在Google搜尋退黨, 而不是在百度搜尋呢? 其實這個是正確的, 因為是一些海外的中國共產黨員或者他們的家屬, 才會在Google搜尋退黨, 大家都知道在百度搜尋, 你想搜尋的都不會搜尋到, 所以在百度搜尋退黨是無意思的, 在Google搜尋才是正確的, 當然也可以在國內用VPN搜尋,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美國這一步是想先令到他們的內控, 另外也可以見到其實都是今天發生的事, 在駐美的中國大使館裡面起火, 不讓美國的消防車去救火, 因為所謂大使館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所以它可以拒絕消防員進去救火, 而有些人用航拍機, 也拍到他們裡面做什麼呢? 其實是燒文件, 我想中共都準備好, 其實見到美國全面反面, 美國基本上是所有外交官不同的, 無論是司法部, 無論是經濟部, 商務部, 甚至當然是蓬佩奧用很強硬的措辭, 來告訴世人美國將會跟中國也會脫勾, 也會直接開打, 所以在美國的中國大使館也會開始消費文件, 也是這個很明確的態度, 知道他們都有些資料以免美國一反面時 可以拿到他們某些資料, 這亦可看到未來的局勢將會越來越緊張, 印度美國亦聯合軍演, 在海上軍演, 這些亦為了未來無論是南海, 無論是不同地方上的軍事所謂展示他們的軍力也好, 為未來可能會打熱戰再好準備。 有關未來美國會否對中國施加更多的制裁, 這個可見是一定會更強, 無論是剛剛制裁那11間公司, 有機會所有中國共產黨員都不可以入境, 其實還有很多招數他們是可以出的, 例如制裁個別官員, 甚至制裁整個團體都可以。 另外就是關於香港的問題, 香港亦都會再進一步制裁, 除了一些逃犯引渡條例取消了, 另外亦都已經取消了香港關係法。 其實關於聯繫匯率方面, 其實大家都會很關心, 他會否有一天真的會強行中止聯繫匯率進行呢? 例如完全禁止港元再兌換美元, 這些政策其實都會有機會實行, 尤其是年尾特朗普要面對大選, 所以他對中國甚至香港的制裁都會越來越凌厲。 近日蓬佩奧先後在英國見了英國首相波羅斯·Johnson, 也有見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其實可以見到蓬佩奧都很關注香港的情況, 無論是香港初選的情況, 也有關注到一些新疆問題, 香港人權問題, 其實可以見到美國在制裁香港方面, 真是多疼香港人或多珍惜香港現在的所謂制度, 為何呢? 其實美國真的可以很強行取消聯繫匯率, 但當然他們這樣做只要很傷之餘, 其實會對香港人造成很大影響, 當然都會對中共造成很大影響, 但其實他們都是想盡量逐步制裁, 慢慢慢慢收窄, 去到不需要完全抹面或將整個香港打爛, 中共就會所謂投降, 但看似中共接下來都會繼續強硬, 亦都會繼續行錯下去, 我想叫做完全攬炒這個局面是絕對很大機會發生的, 他們尤其是美國, 即使他們可能很想疼香港人去制裁都好, 最後都有機會是會相及到所謂我們香港的平民大眾, 另外就是疼香港人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還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當美國可能想戰勝中共, 或者想打贏這場仗, 其實他們都不想拿回一個全船爛爛的香港, 因為重建都要時間, 所以他們都是想逐步逐步收緊, 但正如剛剛所說機會率偏低, 中共很大機會會一直所謂行錯下去, 或者越行越強硬, 再加上接下來有機會推出的健康碼, 收集在香港人的DNA檢疫, 其實會影響到在香港超過百萬名的美國僑民, 他們的DNA, 他們亦都會受到健康碼規範他們的個人自由, 這亦都會直接令到美國對香港會用一個更大程度的制裁 去保護他們美國的人, 另外當他們真的要撤走美國的人, 美國的公司, 那時候美國更加會毫無顧慮地利用香港這張牌去對付中共, 所以我想這段時間我們掃錢或者掃薪, 我相信可以更好應付到來香港的事態上轉變,